我是不受宠的妃子 有一天 我突然有了读心术 我能听到 那个渣渣皇帝的心声 他满面笑意地扶起 胶落摔倒的贵妃 心里却在骂 蠢货 他温和恭谦地 给丞相大人敬酒 改日避雨 爱情不醉不归 心里阴策策加一句 待姑先诛你酒足 阴 好可怕 更可怕的是 他好像也能听到 我的心声了 我听他付匪心来的 美人姐姐 愁可及 忍不住也付匪他 整得你多郡似的 他一个眼刀过来 要死了 咦 为了这件事 我已经连续几晚 没睡好觉了 想当初发现 我能听到萧綦的心声 是多么兴奋啊 原来萧綦一点都不喜欢 最受宠的高贵妃 原来萧綦不仅计划着 弄死丞相 还计划着扳倒太后 原来萧綦果然不出我所料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变态 我以前最讨厌的后宫聚会 突然变得有趣起来 大行吃瓜现场啊 听遍太渣渣皇帝 现场有声吐槽后宫 比看B站弹幕还要爽 没错 我是穿越来的 曾经以为读新术是老天爷 给我这个天选 穿热女的保命服 万万没想到 必吓到 我停住所有思考 保持大脑空白 今天 我决定试探一下 嗯 我第一次怀疑 萧綦能听到我的心声 也是 再一次后宫宴会 那天是高贵妃的生日 整个后宫都送上了丰厚的礼物 连太后都送了一对价值不菲的欲如意 萧綦当然也来了 本来我兴致勃勃地想听她的独言独语 结果这婉思竹声实在太大 我离她又远 居然什么都听不清 然后我就无聊了 无聊的时候我就喜欢数人头 一个妃子 两个妃子 三个妃子 九十九个妃子 闭嘴 萧綦突然一声大喝 整个芙蓉宫压雀无声 我也被吓得 头脑空白了一下 萧綦黑区区的眸子 在现场搜寻了一遍 然后说 无事 继续 我喘口气 吓死我了狗皇帝 就见她目光如炬地盯过来 三 身为一个不得宠的妃子 我一年见皇帝的机会 掰着手指都数得过来 我都怀疑她压根不记得我的名字 可那么巧 每次吐槽就被她盯了正着 萧綦明黄色的龙袍掠过眼前 我正惊微作 眼观鼻鼻关心 我早已想好了对策 萧綦方才落座 我就开始数 一个妃子 两个妃子 三个妃子 前阵子 林邦又送了十几个美人来 在座居然足足有一百二十一个妃子 我生生忍住了最后那句狗皇帝 斜眼看她 没什么反应 意料之中 她的人设可是喜怒不形于色的暴君 我转而脱腮 眼神崇拜地看向她 哇哦 今日陛下好生俊俏 面如关玉 目落朗星 不愧是我朝第一美男子 如果她真能听见 前面两次没砍我脑袋 算我走运 这次可一定要马匹拍足了 她淡定地和太后吃着酒 我继续 哎呀 陛下的领子怎么了 好像打卷了 那些奴婢怎么服侍的 太影响陛下英明神武的形象了 萧綦放下酒杯 从容自若地捋了下领子 我 马上低头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向远 我早想好了 但凡是个人 还是个拥有自由思想的现代人 身处万恶的封建皇宫 脑子里怎么可能不吐槽呢 可吐槽暴君是要掉脑袋的 阻止自己吐槽的方式只有 让脑子里塞满别的东西 我从三字经背道诗经 从诗经背道论语 再不敢看他一眼 好不容易熬到宴会快结束 我放空脑子 准备跑路 突然听到萧綦微醺的声音 苏美人进宫四在 姑好像还不曾召见 来她协议在主作 眼角眉梢都躺着风流 拍拍旁边的空位 到姑这里来 坐在第四排角落 正装安纯的苏美人我 四我其实是胎穿的 在众多穿越女中 应该属于命不太好那种 母亲是个不打眼的通房 生了我才被胎成小妾 府上有两个金娇玉贵的嫡姐 一个赛一个的好看 选秀那年 父亲早早给他们说好了婚事 转头把我扔进了皇宫 我长得不够出挑 才也不够出挑 有个哥哥在外打了两次胜仗 皇帝才把我生了美人 这几年在宫里向来宴席坐中间 给太后臣昏定行赶中间 偶尔见萧綦 也必然是混在一群 阴阴阴阴中间 简单说来 无论入宫前 还是入宫后 我都是没什么存在感的存在 萧綦刚刚那句话 让宴会上一百多双眼睛 都齐刷刷看向我 我 这下不用克制 都是脑子一片空白 苏美人 萧綦挑着眉毛催促 我无视吊手猎宠妃们 恨不得弯死我的眼神 还不忘掩饰自己真实的内心 陛下 陛下居然让我坐他旁边 啊怎么办 我好紧张好激动 苏可奈 刚刚坐下 就听到萧綦的心声 我强忍住对他的冲动 我摆出娇羞的笑容 陛下 臣妾给您不菜 下面一双双眼睛 都要把我盯成筛子了 这种时候 更要抱萧綦大腿了 我心里一边念着 预案上菜肴的名字 一边给萧綦加菜 这两年的有声弹幕 可不是白听的 加的都是萧綦爱吃的 果然 萧綦神色颇为愉悦 心里在说 看来这苏家女 果真对姑一往情深 我得意的在心里放弹幕 因陛下吃我家的菜了 好开心 又听萧綦道 莫不是她为了妖宠 对姑用了什么妖术 倘若如此 她冷笑一声 姑必要她不得好死 啪 我手一抖 筷子掉了 五 晚宴结束我就告病了 太吓人了 狗皇帝只是能听到我的心声 就想弄死我 要是让他知道 我知道他能听到我的心声 并且 还能听到他的心声 他还不立马杀我几天 好在他的毒心术 应该和我一样 距离远就听不见了 那我躲着他就行了 只要我躲着 一年半载 都不一定能见他一面 香兰跟在我后面 唉声叹气 怎么偏偏这个时候病了呢 多好的机会呀 娘娘您知道吗 那个位置连贵妃娘娘都没坐过呢 这是多大的恩宠啊 哎 您憋起来 赶紧躺着快快好起来 我这一病就病了半个月 半个月之后 我琢磨着 萧綦应该早把我这茶得忘了 我也实在躺不下去了 于是悠哉哉的继续和香兰 过起了清闲日子 虽然老天爷给我又是穿越 又是读心术的 但我有自知之明 上辈子看了那么多宫斗小说 就我这能耐 熬死狗皇帝 当个太妃出宫去庙里祈福 就是最大的胜利了 这天我正在琢磨 下个月的太后生辰 要找个什么借口缺席 香兰兴冲的跑过来 娘娘 娘娘 刚刚小姐来给我们告密了 哦 你猜她说什么了 嗯 她说陛下今天翻您的牌子了 哦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六 我绝望地躺在床上 香兰 娘娘 娘娘您是激动过头了吗 娘娘 咱在激动也要先把自己整理干净啊 娘娘您快起来了 奴婢服侍您沐浴去 不 我不去 我不要世寝 为什么要我世寝 我世寝的时候怎么办 难道要我在世寝的时候 还强迫自己的脑子拍马屁吗 怎么拍呢 哇 好大 莺莺陛下好勇猛 杀了我吧 现在 立刻 马上 娘娘 我最终还是被香兰拖着去沐浴 还大张旗鼓地换了衣服 化了妆 娘娘 娘娘您看看您这胸您这腰 陛下一定会喜欢的 我看着镜子里绝望的自己 不 不能死 小娘还得靠我呢 你等着 一定有办法混过去的 七 萧綦来的时候倒没什么阵仗 只带了贴身的内饰 一进门便扫我一眼 接着 庸之俗粉 我 阵脚不能乱 我照计划给他行礼 一边行礼 一边在心里巴巴 啊 陛下居然真的来了 幸亏今天月信没来得及上报 等会一定要先熄灯 不管怎么样 先把事办了 他知道我月信来了 定不会碰我 果然 萧綦辰辰贴我一眼 苏美人起来吧 他闲闲网桌案前一坐 我急可耐的过去 陛下 臣妾服侍您歇息吧 不急 他随手拿起桌案上的字帖 苏美人 平时都看些什么书啊 我正要答 听他心道 这字帕不是狗爪子爬的 我 hold住 回陛下 臣妾没正经读过什么书 只从前 哥哥读书的时候 我爱听墙角 跟着念一些 也不知具体是什么书 这个朝代讲究女子无才 可不能说我之前 心里默念的那些 都是我学过的 结果就听到萧綦富匪 脑子不好使 倒是会撒谎 我 放空放空 脑子放空 萧綦慢悠悠把字帖放回去 苏美人最近可接触过什么特别的东西 或吃过什么奇怪的东西 回陛下 臣妾一直待在摇光店 膳食也都是御膳房送来 奇怪的人呢 我扑通跪下 陛下 臣妾恪守本分 若无要事 绝不踏出摇光店半步 更不会遇到什么闲杂人等 萧綦协议在暗上 腻着我的眸光明明灭灭 心里也没什么声音 半嗓 起来吧 接着道 姑看你面色不佳 改日再来吧 过关了 我强忍着兴奋违心的脑补 嗚嗚嗚 是我说错什么话了吗 还是我刚刚露出什么破绽了 陛下为什么问我这些问题 为什么问完就走叫宫里人知道 陛下翻了我的牌子 不到一刻钟就走了 我这脸要往哪里割乌乌 一边脑补 一边洋装不舍 送萧綦出去 眼看就要到店门口 身上那条新裙子太长 一步居然没跨出门槛 所以说人不能嘚瑟 一嘚瑟就容易出问题 我的问题就出在这一秒 我被裙子绊得往前列起了一步 而萧綦不知为什么突然转身 我下意识要躲开她 猛地往后倒 她想要拉我 却被门槛绊了一下 然后 咚 她再上 我在下 严丝合缝 本来这也没什么 就是烂俗偶像剧里的一个烂俗镜头嘛 可偏偏 我听到了她的心声 嗯 好软 我的意识陷于我的意志 于脑海伸出一声大吼 死 电 太 爸 我鼻挺挺地跪在萧綦面前 垂死挣扎 陛下 都是臣妾的错 臣妾不该穿那么长的裙子 臣妾不该走路 不看路 陛下您有没有摔着 要不要叫雨衣 可怜兮兮地抹了一把眼泪 萧綦拿着一杯茶 眉毛都没朝我瞥一下 只慢条丝里的唾了口 心里竟一点声音都没有 苏美人 半赏 她才慢悠悠地开口 死变态是何意 我 是 是 不等我挣扎出个说法 她一眼看过来 因侧侧地勾起唇角 那生狗皇帝叫得也颇为别致 我 死了死了 死了死了死了 现在知道怕了 孤道是苏美人吃了那雄心豹子胆 辱骂国君的话都信口念来 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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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綦又说了几句什么 我都听不清 脑子已经被死了两个字刷当机了 只见她面色越来越难看 冷嗖嗖的声音再次传入耳边 你以后死不死孤不知道 但你再这样吵孤 孤马上令人把你的脑袋拧下来 我 被迫停止刷屏 陛下 大脑恢复工作的第一反应 就是抱大腿 臣妾不是故意的 臣妾再也不敢了 肃静 萧綦竟把茶盏当金堂木 往岸上沉沉一颗 惊得我赶紧闭嘴 不想死 我忙摇头 不想死 老师回答孤的问题 九 萧綦把我前前后后盘问了个干净 所以前两次并非孤听错 的确是你在付费孤 是 也就是孤心里在想什么 你也听得见 是 从何时开始 我每试一声 萧綦的脸就黑一粉 问到这句的时候 我都怀疑她下一秒就要拧我脖子了 我舌头直打卷 两 两年前 啪 她气得拍桌 下一秒 又镇定下来勾起唇角 如此看来 苏美人知道不少姑的秘密 臣妾 臣妾脑子不太好使 听了就忘 真的 哦 是谁刚刚还说只是听行长念书 就被下了诗经 论语 我 杀人不过头点地 我觉得我就要扛不住了 萧綦话风一转 不过苏美人能把秘密藏了两年 想必也是聪明人 她拿那双流光溢彩的毛子腻着我 想将功折罪吗 我连连点头 过来 她朝着我笑 狗 不你听错了 我什么都没说 石萧綦居然要我帮她对付高城湘鹤太后 她可能对我的聪明有什么误解 不过 在马上死和晚点死之间 我还是选择了后者 然后我就成了萧綦的心见爱宠 独宠一月 连升八级 这一个月里 萧綦每日下潮 就来摇光店 正日和我私混 当然 这是表象而已 事实是 她嫌我心理活动太丰富 也就是 太吵 进了摇光店就去偏店 不要好奇 我没跟她睡觉 其实我早发现了 她根本不爱女色 整个后宫上上下下一百多个妃子 就没一个她看得入眼的 她就是个无情的工作机器 这一个月 我很有自知之明地大门 不出二门不迈 但凡哪个妃子来挑衅 我就见兮兮回一句 昨日伺候陛下韦石疲乏 姐姐改日再来吧 据香兰说 现在整个后宫恨毒了我 尤其高贵妃 已经在芙蓉宫发了几次脾气 号称一定要把我这个狐狸精 扒皮踢鼓 我想想 刚入宫时她 给过我的几个耳光 深感前途堪忧 这一个月 两位嫡姐还相继托人传信 想要入宫一续 哼 续什么 续他们从前怎么欺负我的 不过这一个月 还是我这辈子 不 这两辈子 过得最舒坦的一个月 锦衣玉石 穷奢极尺 难怪那么多人攒足了 竟往上爬 可惜舒坦的日子 总是结束得快 这步 萧綦让我和她一起参加公宴 除了排得上 氛围的妃子 不少朝臣都会参加那种 十一 公宴当晚 我盛装出席 作为一个合格的妖艳见货 这种时候 当然不会老老实实自己坐着 我柔弱无骨地 靠在萧綦怀里 眼神戳着珠岸上的糕点 陛下 啊 余光贴见有几个老臣 已经没眼看的福娥 天宵其浑然味觉似的 拿了一块喂给我吃 还没眼含笑地给我擦嘴角 轻轻蒸顽皮 蒸顽皮 轻轻 一鸡皮疙瘩掉一地 你敢给姑吊一个试试 面上温柔的一批 心里却在冷声警告我 我 陛下 一定要这样吗 我看我那最爱面子的爹 脸都要红成猪干涩了 你还在乎你爹怎么想 不在乎 不在乎 不过陛下 您可是答应了的 会安排好我小娘 君无戏言 我娇声开口 陛下 臣妾给您倒酒 支起身子 给萧綦倒了杯酒 正要妖妖饶饶地喂给他喝 转眸瞥见角落里坐着的青山公子 心脏瞬间被击中 呜呜我的白月光 何谓白月光 萧綦在心里问我 我 没什么 我悲痛地把酒杯送到他嘴边 反正我的牺牲可太大了 陛下应该再应许我一件事 苏清清 不要得寸进尺 好吧 我笑盈盈地靠在萧綦怀里 萧綦也笑盈盈地搂住我 嗯 这样好像命音传话呀 跟仙霞世界似的 何为仙霞世界 没什么 回去再跟你算账 萧綦突然掐住我的腰 现在去挑衅高银双 高 高银双 高贵妃 我瞥一眼 坐在首座微风赫赫的丞相大人 当着人家爹的面 要不还是直接杀了我吧 也不是可以 不 我 我去 十二 真不能怪我怂 我活了两辈子 第一辈子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 要说物质上吃过多少亏 倒也没有 只是 不管是我爸还是我妈 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你就忍一忍不行吗 你就让一让不行吗 他是你弟呀 要么就是说 你要乖一点 别给家里惹麻烦 别给你弟惹麻烦 从小的洗脑是教育 导致我骨子里就怂 碰到麻烦能躲就躲 看到不好惹的人 恨不得立马变身安蠢 假装自己毫无存在感 那一辈子我最终死在车轮底下 那天是我弟大学入学 我提前看好路线 推着行李箱走在前面 我妈和我弟跟在后面 过马路的时候我还在琢磨 待会儿带他们去哪里吃饭 我妈突然吵我吼 苏清清 你就不会看了你弟吗 我回头 原来是一辆车 正好擦着弟弟开过去 幸亏我妈把他往后拉了一把 我正想解释 砰 落地的时候 看到我妈惊慌的眼神 居然也不觉得疼 就想说一句 唉 你终于看到我了呀 到了这辈子 更不用说了 出生你的阶层就定好了 我一直被小娘耳提念力要忍 要让 要讨好 讨好嫡姐 讨好主母 讨好自己爹 讨得不好我自己没所谓 但受苦的是小娘 这辈子的小娘是一心一意对我好 我舍不得她受苦 所以现在要我挺起弯了两辈子的脊梁 去理直气壮地给人找麻烦 我腿软 出息点 萧綦的声音响在脑海 鼓给你撑腰 十三 我挺直几倍 拿着酒 扭着腰 将腰飞的气势拿足 姐姐一个人喝酒 弄坏了吧 宴席男女卷分开 但还是看得到彼此 高贵妃的唇藻要咬破了 一见我就 贱人 放肆 我吓了一跳 反应过来是萧綦的心声 人家又没骂你 你气个什么 萧綦没了声音 我笑音音音看高贵妃 姐姐这么大的火气啊 那更要喝掉这杯酒降降火了 一个小小结余 也配及本宫敬酒 高贵妃腾地站起来 啪一下就打掉我的酒杯 嗯 怎么办 萧綦 直接打我 啊 打 萧綦 他从前怎么打的你 你现在怎么打他 我的手抖了抖 都来不及去想 萧綦怎么知道高贵妃打过我 就想到 当初他打我那几耳光 脸颗肿了好几天呢 我瞟眼南卷那边 高丞相已经在往这边瞅了 苏青青 给姑打 我牙一咬 眼一闭 啪 谁都没料到 我居然敢打高银霜 场面顺势混乱起来 萧綦却还在说 苏青青 是姑给你吃的饭不够多吗 我的确没敢用全力 再打 我 苏青青 啪 还有两耳光 我闭眼右扇两个耳光 直扇的高银霜能在当场 米卷这边完全乱套 高银霜身边的工人 和我身边的工人 几乎要打起来 南卷那边好几个人急急赶来 其中高丞相大尺 狂妄孽障 贵妃娘娘娇躯 跪提启荣儿等能冒犯 她久居庙堂 不说话都自带官微 更何况这样用了十分力气大喝 吓得我往后退了两步 刚刚打人的手 不受控制的颤抖 下意识又想装安纯 慌什么 萧綦嫌弃的声音 我抬头 看她一贯从容不迫的样子 信度而来 眼底流淌的 又是那样漂亮的流光溢彩 且看姑 如何给你撑腰 十四 陛下 到底是萧綦离这边比较近 她一道 我和高银霜一口同声 但明显高银霜 要喊得情真意切的多 毕竟人家脸都要肿起来了 而我这个平时喊人狗皇帝的假宠妃 喊得难免脚柔造作 可偏偏 清清 你刚刚为何那般用力地扇高贵飞耳光 萧綦皱着眉 陛下 陛下要为臣妾 不等高银双话说完 萧綦心疼地看我的手 手扇疼了没 要不请御医看看 我 真有你的 高银双脸上的表情都凝固了 眼泪就那样挂在嘴角 陛下 赵魏愤 苏杰瑜本不该出现在公宴上 更何况 他竟如此跋扈 以下饭上殴打贵妃娘娘 众目睽睽 悠悠众口 还请陛下务必责罚呀 据闻高丞相最疼爱这个女儿 此刻脸都白了 爱卿朝堂上的试管不够 手还想伸到姑的后宫来不成 臣未有此意 只是 不过爱卿倒是提醒了姑 苏杰瑜身份低微 对贵妃有此举的确不妥 高丞相和高银双的脸色 都有些缓和 高贵妃惯来跋扈 姑素有耳闻 今日更大闹宫宴 有失体统 但看在这些年 他协理后宫有功 便贬为三品杰瑜 至于苏杰瑜 故观其品性纯善 率直天真 殊得于心 着身为惠妃 惠妃要承接一个杰瑜 总该妥当了吧 萧綦就用那样温和 又漫不经心的语气 下了两道荒诞的圣旨 经得所有人目瞪口呆 十五 我虽然弄不明白朝堂里那些事 也大概明白 萧綦应该是在借着高银双 敲打高丞相 不过想想 高贵妃曾经的圣宠 和今天雪白的脸 还是嘖嘖了两声 你倒是心善 萧綦在我面前 越来越不伪装自己了 冷笑 当年她执意把她送到后宫 就该想到今日的下场 真是一点隐私都没有 轻轻放心 古代轻轻是不一样的 七 鬼才信 我也懒得 再在萧綦面前 伪装自己的大脑 反正她要弄死我 早有八百种方法弄死我了 沐浴的时候 我忍不住看自己的双手 我居然打了高银双四个耳光 那年我初入宫 和她在宫道上偶遇 被她头上的金钗黄了眼 行李晚了点 不知她那天为什么心情不好 逮着我一顿发泄 不多不少 正好四个耳光 这还是第一次 我把受过的委屈还了回去 说不清是什么感觉 心头有点酸 又有点胀 两辈子 我都没有这样放肆过 不过萧綦是怎么知道 高银双打过我呢 金岸其实只打一两个耳光 也能达到目的 她为什么偏偏要我打四个耳光呢 难道 我猛地从浴桶里坐起来 想起一个被自己忽视很久的问题 第一次怀疑她能听见我的心声 是因为四竹声太大 我听不到她的吐槽 只能无聊地数妃子 那同样的环境 她怎么就能听见我呢 萧綦习武 习武之人耳聪慕名 其他感知也必定比常人更敏锐 所以陛下 我饿了 想吃酒酿园子 看着萧綦旁边的内饰 送来一碗酒酿园子的时候 我一头倒在了被子里 所以萧綦去偏店 不是因为嫌我吵 而是不想被我听到她的心声 所以这一个月 我心里所有能听的不能听的吐槽 全被萧綦听去了 啊 赐我一杯震酒吧 脸都没有了 还要命干什么呀 也不知是不是错觉 我好像听到了萧綦 完全不顾形象的大笑 十六 陛下 我的簪子坏了 马上有人捧了整套铜面过来 陛下 我总觉得你那边的茶水更香 马上有人将两罐新茶送到遥光店 陛下 您说这天为什么要下雪呢 一年为什么有四季 一天为什么有十二个时辰呢 为什么春天开花秋天结果 不是夏天开花冬天结果呢 您说 这次来的是萧綦的贴身内饰 古怪的看了一眼那店 娘娘 陛下说您太吵了 我心里冷哼一声 嫌吵你别来了呀 就在你的勤政殿 保管没人吵你 没一会儿 内饰又来了 神情更加古怪 娘娘 陛下说您是她的爱妃 她哪都不去 就在遥光店 那你过来 凭什么 就你听得见我都我听不见你的 感觉内饰已经要崩溃了 娘娘 陛下说她不来 以免自己 把持不住 明知道她说的是 把持不住弄死我 看内饰那个微妙的表情 我还是脸红了 反正不管我怎么折腾 萧綦还是每天 雷打不动到遥光店 我依旧足不出户 不知道她对付高丞相的计划 走到哪一步了 这天内是捧来一套衣服 娘娘 陛下说要 继续给您撑腰去 我看了那套衣服 眼睛都亮了 这是要 带我出宫 十七 我再也不骂萧綦狗皇帝了 真的 她居然带着我回苏家要舞杨威来了 我那个向来窝里横的爹 全称磕磕巴巴 就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 原来小娘早被抬成了平妻 萧綦还给了她一个告命的的封号 自我得宠以来 我爹的官一级没生 单单给了小娘一个告命 这是什么意思 只要不傻都知道 府里再没人敢欺负她了 和小娘单独见面的时候 我忍不住掉了两滴眼泪 小娘问我 是不是后宫的日子不好过 我摇头 虽然知道都是假的 可两辈子了 我从来没有这样被人偏爱过 大概是萧綦氏先知会过 两个嫡姐也在家中 围着我又是奉承又是八姐 就差把我供起来了 这妖称的如何 萧綦在心里问我 我付匪她 幼稚鬼 萧綦也不反驳 只杨纯抬起下巴 像只骄傲的孔雀 被她笑死 在娘家要舞杨威完毕 萧綦带我逛街 可怜我穿过来十几年 其他穿越女常干的什么 听曲儿逛青楼我一见没干过 萧綦带我逛青楼是可能了 听听曲儿还比较可行 第一次听 这边的戏腔我压根听不懂 台上每唱一句 萧綦就在心里给我翻译一句 听到后来也不知道听了些什么 只觉得一颗心像在小船上似的 晃啊 荡啊 前面说过人都能嘚瑟 一嘚瑟就容易出事 一把大刀砍翻桌子的时候 我正拖着塞试图扶正心里那艘小船 萧綦将我用力往后拉 我才没有直接趴地上 有刺客 不知是谁大喝一声 我才反应过来 这可是刀剑无眼的古代 而我身边的是被刺杀频率最高的皇帝 场面一瞬混乱 萧綦将我推到角落 我这种骨子里的耸祸 碰到这种事应该是第一时间装安纯的 可我挺直了背脊 居然眼都没敢眨 眼看一把大刀朝萧綦砍去 助手 我都不明白萧綦为什么突然一声爆喝 背后的剧痛传来的时候 才发现比意志更难控制的是意识 而比意识更难控制的是身体 我居然不要命地为萧綦挡了一刀 十八 我觉得我要死了 血根不要钱似的往外躺 萧綦在发火 催马车再快一些 我想叫他别着急 穿越女妈 为男主挡刀 常规操作 也不知道 作者为什么要给我安排这么的烂锁的桥段 就没点心梗吗 喉咙咕噜了一下 却没发出声音 突然想到 我也是有金手指的 在心里喊萧綦 陛下 陛下 你放心 我死不了的 萧綦死死抓着我的手 低下头时 眼眶居然是红的 他也不在心里跟我对话了 直接骂我 你怎么那么蠢 那些刺客都是顾安排的 何须你踢骨挡刀 哎 你早点跟我讲吗 你也知道我脑子不好使 是顾的错 他居然跟我道歉 对不起 轻轻 以后顾做什么都不瞒着你 哎 别说对不起啊 你没错啊 我的脑子轻飘飘的 想到什么就一顿输出 虽然我总是说你狗皇帝 但良心话 你是个很好的皇帝 你情政爱民 不丹女色 知人善用 这么年轻 就已经把帝王之术赎人一心 百姓有你这样的皇帝 是他们的福气 其实也是我的福气啊 萧綦 我连陛下都顾不上喊了 我在你后宫这四年 其实过得可好了 只是偶尔被刁难而已 谁都不用巴结 谁都不用讨好 萧綦 外面在下雪吗 好冷啊 萧綦摸我的脸 手有些颤抖 轻轻 再等等 马上回宫了 不等了 我好困 苏清清 你清醒点 我的脑子都转不动了 石海里一片混沌 就听萧綦不停在喊苏清清 苏清清 你不是要顾再应许你一件事吗 嗯 我于一片混沌中强打起精神 你活下来 顾应许你 真的 均无戏言 那等这些事情结束 你让我出宫吧 我好像 我打住 萧綦也沉默 迟迟没有回复 我的意识又开始迷糊 好 顾应你 你别睡 石九 我当然没死 不过背后那么大一道伤 我在床上硬生生啪了半个月 据说这半个月里 高成像一挡被收拾得干干净净 连高银霜都出宫礼佛去了 我的另一个攻略对象 太后也在萧綦遇赐的第二天回宫了 回宫当天就把萧綦拎过去训了一顿 萧綦终于从遥光殿搬走了 不过她每天还是会过来一两个时辰 导致外面对我妖妃的评价仍旧盛消沉上 伤好后我又养了半个月 这天忍不住问萧綦 接下来要我做什么 不是要掰太后吗 你不需要做什么 哎 那我岂不是可以出宫了 萧綦的脸突然沉下来 我真是佩服她 她可以在我这里的一两个时辰 不让我听到任何不该听到的心声 真不愧是做皇帝的人 不像我 早就放飞自我了 我知道 我继续做妖妃就行了 是吧 萧綦脸色这才缓和一些 那太后的成婚定型也继续不去吗 不去 我困惑地看她 总觉得她最近心情不太好 姑心情好得很 她扯了下唇角 好吧 我低头绣香囊 我的绣活被小娘逼着练过 比毛笔字写得好 在抬头时 萧綦还在 我看她欲言又止的样子 刚想问怎么了 她甩袖走了 我 别扭鬼 二十 我果然只用做自己的妖妃就行了 半个月后 传来皇帝和太后不和的消息 因为萧綦该立后了 太后要立娘家的薛氏女为后 而皇帝坚持立我这个妖妃为后 就我的出身和风亭 那自然闹得满朝风雨 又过了一个月 一切突然平息 没有人在提立后的事 也没有人大肆贬着我如何吆喝皇帝 前朝发生什么事情我不太清楚 但萧綦应该快要用不上我了 她又好久好久没来过摇光店了 虽然隔三差五会有赏赐过来 但我其实很久没有看到她的人了 所以这晚夜半醒来 迷迷糊糊见她坐在我窗边的矮榻上 还以为自己是做梦 她一身月白色的长袍 灯都没点 只就着月光喝茶 萧綦 忘了喊陛下 我坐起来才发现不是梦 太后那边处理完了吗 不等我画落音 她立马就说 没有 哦 一时两相沉默 你不睡觉 萧綦拿着茶杯的手盾了下 放下茶杯 夺不到我床边 嗯 天殿的床铺都是灰尘 她静止躺下 我只好往里面挪 她没有别的心思 因为躺下就背对着我 我眨眨眼 也背对她 强迫自己清空脑子快点睡觉 她突然问我 苏清清 你为什么想出宫 我的心声带我回答了 自由啊 姑也可以 说到一半 她又说 出宫之后你想做什么 还没想好 不过我听小娘说 有些姑娘做绣娘 也能养活自己 难得听到萧綦一句心声 她说 难怪成日埋头刺绣 我没说话 她突然把身子转过来 苏清清 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子 我的背脊僵住 没敢跟着转过身 陛下呢 喜欢什么样的女子 她被我问住 反正不会是我这样的 谁说的 你自己说的呀 我学着她的语调 雍之俗粉 姑那时 姑是那等以色取人的凡夫俗子吗 你还说过我脑子不好使 爱撒谎 萧綦置起身子 掰我的肩膀 那姑还说过你品性纯善 帅致天真 我扭头和她对视 没关系 反正我也不会喜欢你这样的 萧綦的话戛然而止 那双笑起来流光溢彩的毛子里 星辰陨落 她坐起身 沉默 窗外有风 树叶沙沙作响 半嗓 空气冷下来 她的声音也冷下来 三日后 姑送你出宫 直到萧綦离开了一刻钟 我的肩膀才松下来 唉 我果然是个爱撒谎的姑娘 明明喜欢萧綦 喜欢得不得了 喜欢到意识过来的第一反应 就是离开 她又不是我一个人的 她是整个后宫 是整个天下的 可两辈子才有一次的偏爱啊 我想把她封存起来 只要我离开 只要我没有亲眼看见 她就永远是那个偏爱我 专宠我 会为我一个人撑腰的萧綦 多好 二十一 第二日 萧綦那边又来了很多赏赐 什么手势百件字画 各种各样想得到的想不到的 我觉得她存心气我 明知道这些东西我带不走 带走了也没法变卖 还分批次来 每次来整整一屋子 工人们才收拾起来 又来一屋子 我想出去摘些桂花 见太忙 干脆没喊人陪 自己出了摇光店 反正何宫都知道我是妖妃 没谁会来出我眉头 正是金秋 我走出摇光店没多远 就找到两棵开得正好的桂花树 昨天萧綦说我成日埋头刺绣 以为我是为了出宫做准备 其实不是 我想给她绣个香囊 可总也不满意 来来回回绣了好多个 才有一个勉强过得去 今天摘些桂花晾干 应该来得及在出宫前把香囊做好 我只要做一个香囊而已 需要的桂花不多 可就这么短的时间 不知谁突然捂住我的口鼻 一阵异象入鼻 意识全无 再次恢复意识 是听到一声大喝 你敢 您敢公然在尘眼皮子底下撸人 姑又有什么不敢的 萧綦 哀家说了 是那妖妃为货朝刚 老天爷都看不过眼 将她收了去 与哀家合肝 太 太后 荒谬至极 但凡陛下顾及母子情分 能让哀家过得舒心些 她自然就回去了 顾勋 把昆一公给孤为了 顾勋 与林军总领 我努力让自己清醒过来 眼前却是一片漆黑 手脚被覆住 身上没什么力气 嗓子像是被熏过 发不出声音 不过没关系 我没有金手指啊 萧綦 别费劲了 我就在这里 我在心里大喊 萧綦那边却没什么反应 倒是听到太后啜气的声音 哀家虽不是你生生母亲 但亲手将你抚养长大 可曾让你受过半点委屈 薛家这些年 扶你坐稳皇位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你就说一个薛家女入宫又如何 萧綦的声音 是我从未听过的冷肃 孤为曲薛是一人性命 只让全族流放 已是看在太后的面子上 太后想要一个最臣之女入宫 究竟意在如何 您自己心里清楚 那便容哀家无法将那妖妃完毕归照了 我不就在这里吗 萧綦 你没听见吗 太后低笑了声 又说 听闻陛下 昨夜还为她将行政殿都砸了 今早又恨不得把自个儿撕裤的底子都掀了 给人把各路珍藏全送了过去 这般反常行为 且让哀家好好审一审 她到底对陛下用了什么要术 风言风语 我听见萧綦心里的声音 随之有脚步声过来 坑得声苏轻轻 这里这里 我在心里喊 等我被萧綦抱出去的时候 就看到太后煞白着脸 真看到妖怪似的 指着我的手都在发抖 我回头看了一眼 她竟然把我藏在她的床榻底下 太后被妖孽惊吓 神魂难定 今日起 便去黄觉寺清修吧 22 萧綦一路把我抱回 为了摇光店 摇光店跟遭了贼似的 人仰马翻 之前赏赐来的东西都没收拾完 工人们一个个跪在地上 萧綦给我喂了药 我才开始恢复力气 嗓子也可以喘气了 她一直什么声音都没有 嘴上不说话 心里也一直静默 只沉着脸给我上药 手脚被绑得有点久 都于清了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 只在心里默默道歉 对不起啊 另一天麻烦了 萧綦突然甩掉手上的药盒 起身往外走 到门口时停下来 背对着我 还走吗 又说 走吧 早走早清静 甩修走了 我眨眨眼 把药盒捡回来 真是个坏脾气的暴君 一切按照原计划 第二天 我做好了香囊 放在她老喜欢待的桌案上 上面绣了一个旗子 如果她偶尔想起我 会看到她的吧 下午请政店的内侍 又送东西过来 居然是一叠银票 香兰一边给我收拾戏软 一边抹眼泪 但她其实知道 我的得宠都是假象 第三天 下雨了 北风呼呼的 萧綦穿一身玄色长服 身边没带人 我拒绝了把香兰带走的提议 所以也是一个人 长长的公道 只有风的声音 原来关闭了新门 哪怕你有通天的读心术 也无法探知对方分毫 萧綦把我带到西直门 大概是她提前安排好了 并没有守卫 外头停了一辆马车 我的细软早收拾进去 林最后了 总要说点什么吧 谢谢你呀 萧綦都最后了 还是不假兮兮的喊陛下了 我仰起笑脸看她 她却撇过眼 我在心里又说了句 那我先走了 转身往马车上去 这天变得太突然 上了马车手还冷得有些颤抖 车窗大开着 抬眼看过去 萧綦站在微额的宫门口 也正看过来 飘着细雨 她的眉眼仍旧明晰 从前拍马屁时有句话其实是真的 她长得极为俊俏 此刻在烟雨朦胧的阴染下 更像是画作里走出的人 她漆黑的眸子 沉沉看着我 定了片刻 转身 我也收回眼神 关车窗 窗一关 光线按下来 四周也沉寂 我竖着耳朵试图听到一点声音 我想听她的脚步声 听到她离开 我就走 可等了许久 没有脚步声 反倒是一道亲戚的声音 响在脑海深处 苏轻轻 孤走不动了 23 后来我一直记得这一天 这是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一天 我一个人轻零零地 坐在光线暗沉的马车里 听到孤傲帝王向我敞开心门的声音 孤知你来自另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 孤知你心中所求为一生一世一双人 孤知孤身居寡位 当不居私情 心怀天下 孤的后宫只该是平衡朝局 绵延子嗣的工具 但孤也是血肉之躯 孤会有情 亦会有爱 苏轻轻 孤心悦于你 我的眼泪刷得掉下来 孤想立你为后 不是作戏 而是发自肺腑 苏轻轻 可否留下 窗外的雨下的大了 银针式的敲打车窗 孤会敬你 爱你 护你 孤为你撑一辈子的腰 均无戏言 我也不知道脑袋里在想些什么 大概也和我的眼睛一样 在不停下雨吧 姑娘 可以走了吗 前面车夫在问 我重新推开车窗 萧綦还是刚刚那个姿势 背对着我 提不要走的样子 可其实一动没动 笔直的脊背 在声势见大的雨幕里 几乎模糊 姑娘 雨越下越大了 我关上车窗 推开门 下了车 几乎在我落地那一刻 萧綦转过身 漆黑的眸底 绽放奇异的光彩 她穿过雨幕 大步而来 将我拥入怀中 我搂着她的脖子 分不清脸上是雨水还是泪水 她安抚地摸我的发 在我耳边低难 别担心 苏清清 姑 愿为你做一次昏君 正文完 翻赖衣 衣 先来说说我和萧綦的船吧 我俩的船 不出意外 滑了好几次才上岸 真的 一言难尽 我恨不得找个窗壳贴 把我的脑子贴起来 一开始真的想都不能想 把她赶出去了好几次 可人家真的说到做到 后宫那些妃子浅的浅 散的散 总不能让人守活寡吧 后来也就很下心 来就来吧 第一晚就差点翻车 首先是我的意识 再次先于我的意志 脑子第一时间吐槽 好丑 萧綦的脸色 当即就不太好看 你还看过漂亮的 我刚想说没有 意识再次抢先 当然 不是 为了夫妻关系的和谐 我连忙解释 我是看过那啥 就类似春宫图那种东西 其实我的两性知识 都来自po 萧綦扯了下嘴角 捏我的下巴 那你说漂亮的是什么样的 大脑里自动开始输出po的描述 要死了 我一脚踹开它 你还来不来了 不来我要睡觉了 最后当然是来了 还被萧綦骗着 把脑子里的颜料都输出了 算了 不说了 耽误作者过审 啊 至于萧綦遣散后宫这件事 当然也遇到了重重阻力 而且隔段时间 就被人拉出来编尸 这天我送汤到勤政店 又听到里面在吵 陛下二是友谊 膝下无子 这是关系江山设计的大事啊 爱卿这是贤姑了 臣不敢 不敢就退下 可是 哎 也不是姑不愿 萧綦叹口气 我 嗯 奈何姑有影集 只对着皇后才站得起来 我 要不爱卿给姑出出主意 或者爱卿直接换个皇帝罢了 我端着汤丸跑了 恕我低估了萧綦的底线 真是什么鬼话都敢说 三 隔年春天 我终于有孕了 朝野上下一片喜庆 萧綦带着我去寺院祈福 据说在外云忧许久的高僧 看我和萧綦第一眼 就面露诧异 离开的时候 赠给我们一对龙凤发簪 神奇的是 带上之后 我们居然听不到彼此的心声了 我和萧綦试了很多次 只要我带着发簪 她便听不到我的心声 同样 她带上发簪 我也听不到她的心声 于是我勒令必须带 公平起见 两个人都带 尤其在那啥的时候 我们的生活终于正常了 至少可以选择正常 还是不正常 这天在萧綦怀里醒来 见她散发披肩 簪子掉到地上了 我勾着手去捡 被她一把拉了回去 听到很久没听到的心声 轻轻 姑心悦你 接着一个吻腹下来 翻外二 喳喳皇帝的心情日志 咦 今日不知怎么回事 听到有个声音在属姑的妃子 还莫名其妙听到一声狗皇帝 真是好大的狗胆 啊 又听到了 那个声音 姑掌的俊美 天下皆知 你莫非有何疑问 三 我怀疑那个声音来自那个 是姓苏还是姓叔的 美人还是昭义来着 四 果然是她 苏美人 此事必然不简单 姑的试探一番 五 她谄媚 艳俗 记得姑的喜好 看起来与其他后妃并无不同 但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六 她病了 呵 不是欲擒故纵 就是做贼心虚 七 嗯 真的挺软的 八 能守住秘密的 只有死人 罢了 用完再弄死 也不迟 九 学了个偏殿 确保她听不见姑 姑又能听见她 且代姑确认 这独心妖术她是否当真不知 实蠢货 活了两辈子都那么窝囊 十一 高银双打她 她都不知愤怒 苏府那一家又都是什么狗东西 十二 吵死了 十三 秦政殿怎么这么冷清 罢了 今日无事 去听听那个没出息的 还干过什么没出息的事 十四 四个耳光 全给姑打回来 一个都不能少 十五 终于发现姑能听到她了 哈哈哈哈哈哈 十六 带她回苏家出口恶气 顺便完成计划的最后一环 十七 她的身上在淌血 姑的心口在淌血 十八 她要出宫 为何 姑待她不好吗 十九 她问太后那边的进展 就那么迫不及待出宫去 凡 二十 不想动太后了 要不让薛氏再蹦那几年 二十一 孤不着她们 她们倒找上孤了 想做孤的皇后 黄泉路上去做吧 二十二 原计划用她刺激薛家露出把柄 罢了 若再出什么意外 她就老是在遥光殿待着 二十三 寻空去了趟苏家 去套套她那小娘的话 她若喜欢的是那什么白月光 姑把她弄死就是 二十四 原来她想做正妻 只愿嫁到不纳妾的人家 二十五 除去她 姑有一百二十一名妃嫔 姑非良配 二十六 不去遥光殿了 一国之君不该贪于美色 二十七 繁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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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繁 二十八 繁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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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繁 二十九 薛家解决完了 忍不住去找她 她说不会喜欢姑这样的 三十 姑把秦政殿都砸了 三十一 太后居然还不放弃 荒谬 三十二 送她走 必须送她走 对一个女子左右 非明君所为 三十三 她能走 姑却走不动了 三十四 为何可以呢 她想要的 为何可以给 三十五 做一次婚君 只此一次 三十六 她留下来了 她在姑怀里 姑真正拥有了天下 全繁繁 和 这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